线上约会 好 有请吴老师 这个陆大佑老师选择的是开刀 但是我们平常可以自救 自救今天老师说没问题呀 你要去让你的下背骨盆尽量放松 那你要保持健康 还是要把生活各个层面考虑进来 那当然刚提到这个个案的问题 我想还是要考虑他平常的姿势不良 或用力不当或受伤 那我们现在想法就是说 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方式 要看这个患者他的一个活动能力 如果他是急性期 我们建议他稍微休息一下 那如果稍微能够动的话 我们还是踩一个比较地板的一个动作 首先你可以让你的双腿怎么样 先双脚打开外围与肩膀同宽 手轻松的平举 然后让你的双腿轻松的怎么样 左右摆动 轻松左右摆动 对 轻松摆 一开始如果你摆动范围 没有很大没有关系 你就慢慢地摆 慢慢地摆 对 所以我们一般有做骨神经痛的朋友 其实你在家 没有这么急性期的时候 可以做老师现在示范的这个方法 对 我们建议他还是要让这个肌膜 跟肌膜放松 把肌脚的压力挪开 这个跟姿势有关系 真的是非常缓和的运动 很温和的动作 那甚至慢慢地可以把这个摆动的范围打开越来越多 打开越来越多 双手张开了 对 所以他摆动的幅度就更大了 对 那你自己都可以体会不同的位置 他牵动到的部位不一样 尤其腰椎的部分 那我延伸出另外一个变化好了 就是说同样的动作 你看如果我把双脚并拢来 那你在摆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牵动的腰椎的部位会有不一样 那我想观众朋友 你们自己可以实际上 透过你们去去动去体会一下 另外一个是上身放松 肩胛化圈 比如说你双腿摆到 我看这个方向会看得比较清楚 摆到你的左边 然后手平举 光这样的动作对你结构 都是带来很大的调整的效果 那你们可以体会什么呢 手的角度不同 也可以做调整 或是腿的角度不同 也可以做调整 所以我们在提到 就是说一个姿势的停留 对结构也是一个很大的调整的效果 那你可以先让你身体怎么样 侧弯 然后侧弯 然后是腰带着你的手臂在绕圈圈 这个看似简单 其实要完成会有一点困难 其实量力而为 我想还是要考虑安全 做到你现在可以做的范围 肩胛化圈 对 而且这个动作非常的舒服 尤其一般的朋友 你在睡觉前都可以做 帮助你好睡 因为有的时候 身体结构的异常 往往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 去 去